张照忠、尹卓、杜文龙和房丁,作为国内最著名的四名军事专家,一直都非常受到军迷的喜爱。 那这四位军事专家,究竟谁的军事水准最高呢?首先,就是军迷口中的局作张照忠将军,张照忠主打军事装备和国际形势的分析,他敢于指出中国武器的落后和不足,并对国际上的军事新闻也经常可以精准地预测,在解说时经常可以抓住重要观点进行阐述,且幽默风趣,解说毫不死板,可以说是国内最优秀的军事评论专家。 而尹卓主要的研究方向,则是海军发展战略等等,他的学识功底相当深厚,善于对国内的影视作品和外国纪录片内的武器装备进行评点,且不经常咬人嚼字,观众可以很容易地可以理解尹卓所提出的观点,可以说尹卓的解说水准也是相当之高的。 杜文龙主要的研究对象为战役战术和武器装备的未来发展。 多年来,杜文龙亦都在调查中国以及周边国家武器装备的技术革新,且杜文龙非常善于理解问题,经常可以迅速地说出问题的核心观点。 所以,看过杜文龙解说的军迷们都表示,杜文龙是最优秀的军事栏目解答专家,国内著名军事专家杜文龙国防大学教授房冰房冰,作为四个军事专家里最年轻的一个,主要研究方向是陆军装备和战术运用。 他更善于评价武器装备,在国际形势和对新闻的解说相对要弱一些,在介说时,语言风格偏快,且,铿锵有力。 总的来说,张照中和一卓曾经服役当兵的经历,在资历和研究方向上来说相对要更广泛一些,然而军事研究领域上的不同,还是很难对着四名军事专家的水平进行评判。 但就解说效果来看,还是张照中的解说水准要更高。